好赖指数只剩下1的富邦汉将 排除江绍庆把关最后一道防线 结果三局下还是挡不住气势阵望的猛向军团 守面打着弗莱喜安打上类 洪伟胜出身球挤成1 2类友人 这时候江绍庆感受到压力 自己出现爆头 这个球补手没有接到 弗莱喜要跑3类 他就跑下去了 他就带了 难道帮忙上到2 3类了 岳正华当然不客气 幼儿也边线的安打2分打点入带 自己也轻松站上2类 过去专打下半季的黄山军 今年再现10月狂象 还不知道什么是输球滋味的他们 就算战术被抓到 一样能靠着汉将主舟再添1分 都已经两出局了 汉将还是无法止住失险 什么叫做趁你并要你命 陈维俭亲自来说明 这时候不上另一支安打 让张绍庆再多掉1分 兄弟在三局下一口气得到4分 来看这样的火力支援 对于今年有如神助的吴哲元来说 够不够花 5局上是他这场比赛遭遇的最大危机 一开始就被新元旭敲出中右外野的深远安打 直接攻占得点圈 下一棒带裴峰瞄准第一球回大棒 学长没有送出墙的球 学弟服务其劳 平正连线为汉将开张分数 虽然他自己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拳内大拼平回头慢跑 但透过重播画面可以清楚看到 这发两分炮确确实实 球直接飞过U2也大强 但是本季第二轰出炉没有问题 汉将才刚拉近分数 兄弟下个半局立刻讨回安全距离 两出局时 深遭敲出右半边穿越安打 将二壘上的队友护送回来 相照性此一5局投球15分 有4分是哲师 在这场月薪相差百万的先发对决中 明显局下风 这个球出爆打成了在游击方向 爆在怀里传二壘 往一脸这边送 结果是一个双杀 吴哲源一路去投到7局上 可惜就差一个出局数 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 全力打 全正的评设报让主播意外到说不出话 也让投了95球的吴哲源先行退场 总计6.2局被敲6至安打 13分有5次三阵 塞欧金帐个人11连胜 坐稳兄弟本土新玩牌之位 看到汉将穷到只剩全力打来讨分数 这只眼波振气点加入烟火秀的行列怎么行 陈子豪说这不就来了吗 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深远飞球 就这个球上去了 陈子豪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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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击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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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关成功收下进19场比赛的第17胜 下半期风王魔术数字只剩下午 另外他们也帮了卫拳龙一把 让汉江的全度淘汰数字归零 只能目送小龙们前进季后赛